大家好 正在进行着手准备执行公司参展规划业务的各位 是否常常在撰写参展计划书的时候 总是在遇到参展预算与成本的那个章节卡关 拿着计算机盯着电脑荧幕上的预算空白表格 不知道参展到底所要花费的各项费用与支出的项目有哪些 实际要花费多少经费 或是老板只给了个定额的预算 却不知该怎么拿捏整体的预算费用支出项目比重 或是想在某项费用上投入大笔预算 却又担心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回收 国内和国外的消费水平彼此差距也很大 非常苦恼该怎么抓到大略的预算和成本支出 第一次计划参展与后续在参展的每一次作业 预算支出与预期收益回馈也会随着公司年度目标需求 还是会烦恼怎么规划出每一次精准的预算成本投入等 相信以上各种情况应该让很多人非常头痛与苦恼 因而本门课程的规划产生 就是为了替大家分担在准备参展业务工作的时候 有关参展财务预算与成本规划方面的介绍说明 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并且除了实体参展的预算部分 课程也会一并介绍线上参展可能的预算支出项目 并列举出了各项实务常见 有关参展的费用支出细项说明 以及也会提出一些个人的费用支出花费建议 希望可以协助各位轻松学会参展的预算与成本规划 并且成功掌握参展业务入门关键 本课程将利用线上授课方式 一共分为四个章节 包含前沿 实体参展预算与成本说明 线上参展预算与成本说明 以及最后的结语 透过简报的示范与说明 将上述工作的实务面 来做一个完整的详尽介绍 这门课程非常适合以下几类族群演习 包括对行销、业务、企划工作 有一定程度了解的职场人士 或是您目前有国内外参展规划业务